这群人的不是梦想而是警察 出来趴在地上 出来趴在地上 阿英男一把被揪住压制 其他监房的人听到动静 反射动作都一样 全部给我趴在地上 会丢东西很厉害喔 他不会开门喔 丢包毒品失败反而便自曝有藏毒 直到最后最角落这间房还不肯开门 趴在地上 当然是无谓的挣扎 不过警方可不是来抓毒品案 而是一起撸人案 被抓的共三男一女 主谋就是这名36岁理性女子 绰号叶子的大姐头 4号凌晨4点多 他撂了三人开着黑色轿车 来到理性被害人的住家要讨债 对方觉得莫名其妙 因为这笔钱根本不是他欠的 而是一名绰号叫小猪的男子 是被害人跟大姐头的共同朋友 小猪一个月前跟大姐头 借了5万元要当生活费 钱拿了就人间蒸发 被惹怒的大姐头跟被害人说 我是看在认识你三年的面子上台 同意借钱 也是因为你才认识小猪 所以你要负责 强行把人押到新庄一间民宅 还动手殴打 被害人就被关在民宅的5楼 而6号晚上的时候 他趁嫌犯们都睡着了之后 竟然从5楼徒手爬铁窗 到1楼趁机脱逃 碰的一声被害人毫不有余跳下来 降落在箱形车顶 再从侧边留下来百米速度狂奔 立刻到派出所报案 争取案件才曝光 一群朋友为钱翻脸 尽管现在都被抓起来 不过关键人物小猪依旧失联 朋友替他活受罪冒险跳楼 这友情还要吗 TVBS新闻消灭症 吴云阿星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